慢点就可以了 要跟马路牙子走的太好了 好地 摆个造型 阿姨照顾照顾咱叔叔 他穿他形狗 选他个想狗一大地板 让他大根的装造 我们担心的这个是一天 也倒是没出现 他这么没动 对 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 我们收入标准 这很可爱 那您在择偶的目标当中 您是想找一个 艺术气息特别浓的 能陪您走模特步的那样的人 还是说就想找他 他真是过日子的 我最想找的就是 跟我一样 是一个开朗喜欢旅游 而且懂得浪漫的 你觉得他具备这几个条件吗 好像不全具备吧 文文不得不跟你讲 如果说你在模特队招聘 招一个男模的标准 你那个说法没有问题 网上再加两个筹码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如果找老伴的话 我只看到叔叔的真心实意 他在意你 在意你三个字比啥都重要 千金难买 所以阿姨咱别用 找模特的招商标准 去要求你未来老公的标准 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你容易成为你寻找 幸福这个半脚石 跟你讲 你说生活需不需要浪漫 真的是需要的 但是你需要这个人 和你能够共同的 心灵上有所碰撞 如果你要是总想着 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走梯台一样 没有那样的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踩地走马路牙子 不是那种浪漫吗 不像你们想一样 说非得走模特 这心码就好了 你觉得是哪一种 那不能像那个 就是真正老人 就知道吃完事 往那一做 啥也不懂 有一点生活的请教 你自然也老了 我们总说 虽然我年龄 在这个房子是属于老人 但我心里年龄 不是很老 咱们有生活的热情 是不是 对不对 对 我们人家闭 有说有笑 懂得开玩笑 或者逗人类 不喜欢这样行 那就看一遍老头 这年龄不能追求 长相这么低的 长相一般 你说一瞅着还行 不反应就行 老头不反应 反正他心里有你老头 他妈当盘 他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女嘉宾生活当中 到底是个傻样人 今天看到的只是一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更多地了解一下 咱们女嘉宾 2839号女嘉宾 李凤兰 66岁 俯春人 丧偶 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 我叫李凤兰 曾经是女汉 现在是小女 我以前在场内 开解放车 送机箭 那你这么娇小 开大解放啊 因为我当时学车的时候 就学的解放车 那一直是开这个大车 没有 在89年的时候 我就停一留职 回家 开自己的车 出租 我喜欢热闹 尽量和同学们出去旅游 聚会 我就跟那个同学的聚集会 把全力到集体活动参加去 就这些 一般都去参加什么活动呢 就是周边 俯春周边的小城市旅游啊 我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 有房 有退休金 有朋友 虽然生活无忧 但是总感觉身边缺少一个外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真想说 哇 我的天哪 你的生活 现在我们见到的差异太大了 你怎么想象不到 开大解放 然后走下来 就是一个穿旗袍的女人 你知道大解放 那个一点主动力都没有啊 你往那车前卖一站的话 要做车模 这车不得刷刷卖啊 阿姨 开解放的时候 是年轻的时候 现在老了 就得过老年生活了 对对对对 那会也风华绝代吧 那是挺啊挺风光的 你看那欧式眼 看那刷眼皮 我第一反那个欧式眼 多漂亮啊 不要这么说 我第一反那个欧式眼 特别漂亮 好看吗这欧式眼 我不明白 就是这个眼神特别深邃 知道吧 眼眶凹陷 对 多漂亮啊 好看吗 其实我觉得姐姐的内心是特别强大的 咱们包括从年轻的时候开大解放 这么纤细的身材 这么大的方向盘 你得怎么在那转啊 而且还没有助力 对啊 所以内心一定强大 我还有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票呢 在福尔寺就三个女的 真的啊 就有我一个 那个年轻的主人吧 属于 好胜 好胜 也是一直就好玩 是不 走在时尚的最前沿 谁也不服 反正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反正能开那车确实有毅力 不是 手机 欣甘 我 ,' '